请姊妹平安 感谢神的恩典 让我们继续在《创世记》里面 跟大家来分享里面的信息 今天我就会跟大家来分享 《信心之父,也是常人》 这个信息 有很多人说我不像哪个人那样 他那些是属灵人 我就很熟悉 我也是不行的 我看到那些领袖的时候 我很羡慕 但我不会做得到 我今天就很想跟大家来分享 世界上有没有一些一生出来 他就是属灵人 一生出来就是领袖 我告诉大家 无论你在《圣经》里面找任何一个人物 你可以找到的 没有 是没有任何一个人一出生 就定了他是一个属灵人 就定了他是圣洁的 是完全的 所以他能够做到这么多这么伟大的事 我今天要找的这个人物 是我相信在整本《圣经》里面最出名的一个 是神最疼的一个 另一方面他成就的东西是远比任何一个其他的信徒 都要大的一个 他是谁呢? 就是在今天整个世界里面 是超过一半以上的人口 都敬他 敬重他 尊敬他 他原本的名字叫做阿伯拉 我希望从《创世基》里面 就是在他的生平 我们找出他有七次不同的试炼 在七次不同的试炼里面 他有失败的 同样他有成功的 我希望能够分三次和大家来分享 第一次是《信心开启》的时期 《创世纪》的十二章到十四章 第二次是《信心成长》的时期 《创世纪》的十五章到十一章 第三次是《信心》的高峰时期 由二十二章一直到二十四章 我们首先要跟大家来分享的 就是他《信心》的开启时期 上一讲跟大家来讲道 恩信而离开 以及恩信听神的指令去进入神应许的块地 我们看得见 这个是上一讲跟大家分享的主题 我们看到的就是非常清楚 阿博兰是专门的 是完成了这样的呼召 所以第一个的试炼本身 神要他离开本地本族和父家 神指示他要去那个地方 然后神对他的应许就是 我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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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续四次用我必 来给他有信心 第一 我必 叫你成为大国 大家记得 他出的时间 75岁 他的太太 65岁 一粒子 一粒仔 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神竟然说 他会成为一个大国 然后另外 我必赐福给你 这个赐福叫他如何赐福呢? 是叫他的名为大 他也叫别人得福 然后第三个必 为你祝福的 我必赐福给他 然后第四个就是 为奏助你的那些 我必定奏助他 我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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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次 我一定 是要这样做 我们看到 第四节 阿波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 去了 罗得 他的侄子 也和他一起去 阿波兰出哈兰的时候 他已经75岁 大家要紧紧记得 为什么 神是要呼召阿波兰 甚至这么多次的应许 我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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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保证阿波兰 为什么 阿波兰他 是什么原因 令到神喜悦他呢? 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八节 很清楚 恩若信 阿波兰蒙照的时候 就遵命出去 往将来要承受为基业的地方去 他出去的时候 他根本不知道去哪里 换句话来说 阿波兰是从来没有见过 神的四次福 从头到尾完整地看过了 是完成了在他一生里 他一生都未见到这么多 其实他只不过是凭信他敢进去 我们今天要想一想 我们对着我们见不到的东西 你有没有信心? 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八节 神说我要赐这块地给你 你就要去 我要使你成为大国 我一个儿子都未有 你信不信? 你信也好 你不会看到的 是后人看得到 不是你看得到 我一定会复你 我一定会复你 是否每次都是呢? 试过没有? 咒了你的 我一定会咒了 试过没有? 会不会是一定呢? 你看到没有? 经历到没有? 阿波兰全都未经历到 但是他信 他就去了 这个是第一个及格 能够通过 他能够被神重用 必须有的第一步 各位弟兄姐妹 这个的试炼 你搞定了没有? 我们今天对圣经里面的应许 很多东西你和我都未见过 信子的人有永生 不信的人得不着永生 神的真路尚在他的身上 我们得了永生没有? 当然我们也未死 你怎知道我死了之后我会复活 然后将来会和神永远在一起呢? 你不会见到 是将来的事 是因为这样的缘故 你只能够用信心去接受 而我们的信心有没有凭据呢? 这个凭据很简单 是因为耶稣基督 他已经从死里复活 成为碎了的人 或者死了的人初熟的果子 是复活的初熟果子 我是基于相信耶稣基督和他的应许 历史我们看到耶稣基督 他的确复活了 是因为这样的缘故 我相信 这样的情下 这个就由因信而称义 各位弟兄姐妹 阿波拉罕 其实他和你和我都是一样 是一个平凡人 我们不可以过度高举阿波拉罕 他真是厉害了 神圣 所以神用他 因为他太伟大了 他做到我们做不到的事 我告诉大家 不是 他不是因为做到神信任他 他是因为信 是未见而信 神就要呼召他 和祝福他 接着第二个试炼 是因为信心的软弱而杀坊 说大话 这个就是阿波拉罕 信心受试炼的其中一部分 《创世纪》十二章十到二十节 这个地方说那地遭遇饥荒 因为饥荒甚大 阿波拉罕就下到埃及去 要在那里暂居 暂时住 将近埃及 就对他的妻子撒来说 我知道你是容貌尽美的妇人 丈夫都赞太太 我知道你是一个很漂亮 绝顶漂亮的人 埃及人看见你 一定说 这个是他的太太 他就会杀 换个话来说 如果知道你已经结婚 有丈夫 他就一定会杀你的丈夫 然后拿了你做他的太太 因为这样的缘故 阿波拉罕的信心是圆弱 他对神的应许如何 奏助你的 我一定奏助 祝福你的 我一定祝福 他没有经历过那个时间 是因为这样的缘故 他只是凭一个常人的看法 每个人面对这些关口 他们都不想死 所以他就跟他的太太说 求你说你是我的阿妹 如果你这样做 令到我因为你说这句话 我就得到平安 你又得到平安 而我的生命是因为你这样说 我也得到传闻 他就说他希望他的太太怎么做 又说他相信结果会怎样 这是人的想法 十四节 即至阿波兰到了埃及 埃及人看见那苦人 极其美貌 但我也不知道 以色列人和埃及人 最不同的地方在哪里 我相信这两个族的人 真的很不同 可能在埃及地 很少人 是很像以色列人的妇女 是这么漂亮的 所以他们基本上 不懂分辨年纪 六十五岁的妇人 很漂亮 都应该老老的 但他去到埃及的时候 埃及人看见他太太 是极其美貌 我都相信 在今天来说 我仍然都知道 我以前刚刚回来的时候 我和太太出去 没有人会问 这个是你的谁 他都相信 这个是我的太太 好了 过了一段时间 有些人就开始 怀疑 这个是不是我的妹妹 或者是怎么样 然后再过一段时间 特别可能在我差不多 退休前那段时间 我们出去街市买东西的时间 有些老板就说 这个女儿刚刚来过 现在 你是不是问她 她刚刚买了 我的女儿? 我发觉到 原来我不知道 男人 是不是快有白头发 我给她的确大多岁 但老得 比她快一点 所以到下一个时间 很容易 人家会误会 这是我的女儿 所以我太太有时候 她就说 你不如去她 不用这么尴尬 我又尴尬 你又尴尬 我说我没有尴尬 我说 有一个这么年轻的太太 我更开心 我们看见 除了埃及人 这句话之外 十五节 法老的神宰 看见她的太太 莎拉 就在法老的面前夸掌她 而那个妇人 就被带到法老的宫去 第二个赞她 美丽的 是法老的神宰 他们的大神 甚至他们在法老的面前夸掌 你知道以前的皇帝 那些神宰做的事是什么呢? 就是看见一些美丽的人 就会介绍给他们的皇帝 以至皇帝都可以美丽的那些 尽量在她自己的名下 成为她的妃 成为她的笨 这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 全世界都是这样的 那个时间 那个年代都是这样的 接着法老怎么做呢? 法老因为这个苦人 是因为萨拉的原故 就厚待阿伯兰 阿伯兰就得了很多的牛羊 骆驼 功劳 武劳 和薄皮 她有没有做过任何事? 没有 全部都没有做 但是就是因为她的太太被那些神宰引箭 去到法老的面前 而法老接她进了宫 只是进了宫 还没有做任何其他事 就是接她进宫 然后就给了这些 差不多好像是分价 价装 或者厚礼 那些聘礼 就给了阿伯兰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她的太太说 她是阿伯兰的妹妹 那这个法老 她就对着这个 这么漂亮的妇人 就把这个口礼 送给她一个 其实这个是很正常的 一个东西 各位弟兄姐妹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 一般的人 面对生死存亡的时候 如果一句谈话 能够令到你生存 你会不会说呢? 我想一想 我在偷渡出来之前 或者偷渡被人捉到的时候 我说过很多谈话 特别每次被人捉到 我都是用大话 试图脱身 为什么? 好汉不吃 眼前规 如果你说真话 一声坐牢 坐牢坐十年八年 然后勞改 各方面的事都发生在你的身上 我们深深感觉到 不值得 不如说一句谈话 我去捞虾 我去捉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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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谈话 如果我们是为了求生的时候 我们心里想 应该可以的 每个都会这样 但我们来看看 耶和华虽然面对着人的小信 但耶和华从来不会失信 就在阿伯南生存的时间 他已经让阿伯南看到他自己的信实 他说 奏了你的 我一定奏了他 祝福你的 我一定祝福 十七节 耶和华说 因为阿伯南妻子 十来的缘故 就降大灾给法老和他的全家 怎么说 这里没有很清楚 不过 这种大灾 是令到法老 是立即召阿伯南来 说 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 为什么你没有告诉我 这个是你的太太 你只是说 她是你的妹 为什么 然后跟着说了一句说话 在原文那里 带着她 连续所有的东西 走 是直接将她 有这么远 得这么远 逐出去 消失在我的面前 其实 这是法老当时 非常生气的时候 对她说的 你和我都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法老不杀了她 为什么法老 不拿回所有的东西 让她走得好 但是那些牛 羊 牢 牢 牢 工牢 全部拿回所有的东西 是她的东西 但是不是 她是连堂她所有的东西 包括给了她的东西 全部拿走 真是发达 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段圣经里面 神是信实 他没有脱底 但是阿伯拉 他是没有信实 是这样的情绪里面 第二次的 你可以这样说 思念 是因为怕死 因为怕被杀 他就对法老说了个大话 说太太 只不过是她的妹 她没有说真相 你说她说的 是不是完全错 也不是 因为她的太太 的确是她同父异母的一个女儿 是因为这样的缘故 是她的堂妹 但是无论如何 她没有把真相说出来 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 这一个的思念 是基于她的动机 就是怕死 你可以说她是失败 但是神是格外施恩怜悯她 是因为什么 因为神是守信用的神 他会按着他应许的 是一定会赐福给阿伯拉 人会脱底 神绝对不会脱底 所以第二个思念 我们很清楚看得到 阿伯拉是失败了 神是容许我们有失败 但是最重要的是 我们会不会有这样的缘故 自暴自弃呢? 还是我们仍然信我们的神呢? 如果我们因为一次的失败 自暴自弃的时候 不是神失信 是我们自己失去信心 离开神 与人无由 但是神仍然在等着我们 来翻转头 接着我们去一去第三个部分 信心的试炼第三次 宁愿吃底 保住和人之间的和气 在哪里看到呢? 我们看看十三章 阿伯拉和他的侄罗德 他们就一起起程 跟阿伯拉同行的罗德 也有牛群、羊群、帐篷 那个地就容纳不了他们 是因为他们的财物很多 使得他们不能够同居 当时加南人和比利洗人 都在一个地方来居住 阿伯拉的牧人 就在那里争地盘 因为所有养羊的地方 养牛的地方 养什么的地方 都要有水 第二有草 所以一些水源充足的地方 草地漂亮的地方 一定是成为牧人相争的地方 刚巧得这么巧 罗德的牧人 和阿伯拉的牧人 都看中了那块地 因为这样的缘故 他们就在那里争了 是我先找到的 我要留在这里 你不能够在这里 很多这些问题就产生出来了 我们看到阿伯拉在这个地方 他如何去处理人和人之间 这些这样的冲净呢? 他们对罗德说 你和我不可以相争 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 也不可以相争 因为我们是骨肉 大家要记得 阿伯拉是阿叔 罗德是侄 他大可以说 我是你阿叔 为什么你要跟阿叔 来争争 是我带你出来的 为什么你还要跟我争争 既然我的牧人 我的工人 是在这里 为什么你不可以去其他地方? 阿伯拉没有这么做 他说 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我们的关系 是兄弟 他称罗德 为他自己的兄弟 因为这样的缘故 我们相信 这个叔叔和侄的年龄 不是差得很远很远 主要是什么呢? 有可能是阿伯拉的爸爸 可能生第一个和生第二个和生第三个 相差很远 赠成十多二十年 甚至几十年 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 大哥生出来的子女 都结婚 甚至有了小孩子 阿伯拉还没有小孩子 所以可能是只差一代 甚至可以 我们在哪里可以看到 就是罗德面对着 索多玛 俄摩拉被毁灭的时候 罗德和他太太 和两个女儿走出来 他的太太回头一望 变成盐柱 那罗德和两个女儿 就走 后也不回走了 走了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罗德面对着什么都没有带 但是他竟然带走 可能是他的女儿带走 所以去到一个山洞 或者荒野 在那个地方 逃离了火烧所多玛 逃离了灾场之后 他两个女儿竟然和爸爸佛神怪 就生出 是神一直不准他们入圣傻圣洁 永远不能进入回望 一个这样的民族 大家都可以看到 原来罗德的女儿都已经这么大了 但是阿伯拉的儿子都没有 你就可以看到他们的年龄 应该有一段距离 阿伯拉称他为骨肉 即是说 不会计较自己是阿叔的身份 而是和他的侄是清兴道弟 骨肉原文是兄弟 其实是说我们有一个血缘的关系 我们不可以予此相争 所以阿伯拉做的一个决定 对我们来说 有一个很大的提醒 到底我们重视的重视是什么呢 如果你家里是因为一些先人的遗产在争 或者某一方面的利益在争 你和我的抉择到底抉择是什么呢 一争到对博公廷 去到法庭来打官司 我们肯定这样说 你们之间的关系就不会再抹得到 以后就破裂了 以后就会你不理我 我不理你 肯定是这样的 我们看到在这里 阿伯拉就对他的侄罗德说 天地不高在你眼前吗 我请你离开我 整块的地你都看到了 我和你不如分开 你向左我就向右 你向右我就向左 其实你向东我就向西 你向西我就向东 我任得你选 罗德举目 在约旦河整个的平原 直到所以 都是水源充足之地 大家要紧紧记得 水源充足对畜牧业非常重要 第二 水源充足对种植任何的东西 甚至草原都非常重要 所以罗德在那个时候 在耶和华还没有毁灭所多玛额 摩拉之前 因为看到那块地就好像伊甸园一样 好像耶和华的原子 又好像埃及地 这么富庶 于是罗德一句 麻烦 一个客气都没有 他就拣选了约旦河整个的平原 不留分毫 整个的平原都叫了 罗德往东千言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 隐藏着一样东西 往东千言 隐隐被人看见 你去一个富庶的地方 其实是选择了熟世 而不是选择耶和华 选择安书 不是选择在神里面的粗练 他们因为这样的缘故就分开 很明显的 大家看到阿伯兰是重情多过重那些财富 重意多过重利 十二节 阿伯兰住在加拿地 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镇 他们渐渐迁移脏盘 直到索多玛 罗德一步一步 就向着当时最富庶的城 最先进的城 最有钱的城 索多玛到那里了 你可以看到 在当时 这座城 在神的眼中是怎样的呢? 索多玛人 索多玛人 在耶和华的面前 罪大恶极 人越快乐 就越堕落 我相信 不只是过去 一直到现在为止 哪个时候 人开始富庶的时候 人的心就不在神里面 然后开始转向熟世的享受 人的心离开神 各种的罪也会显生出来 这是历史告诉我们 越快乐越堕落 逆境越多 成长越快 教会越多逼迫 增长就越多 这是历史不变 我们观察到的 所以我也盼望在阿博兰的选择 能够给我们一些提醒 这个提醒就是什么呢? 我们看到 他和罗德之间的冲突 他选择的是和睦 是感情 是人情 是关系 而不是利益 不是财富 他让罗德去做选择 结果这一次的试炼 他是成功 是pass 是甲价 我想回 我们自己夫妇 我们都是经历很多不同类似的试炼 这些试炼往往是什么呢? 是我们可能最需要的时候 举一个例子 我们刚刚在美国回来 侍奉的时间 我们那些带下来 就是只有几千元美金 是没有那么快可以开到银行 所以很多东西都不能够用 但是我们来到 我们要花钱的 租地方 我们要付订金 我们连订金都给不到 所以是要跟我姐姐借住 来给那些首期 一比比三个月 另一方面 我们甚至很多的日常生活的需要 我们都不够 再加上我们刚刚回来的时候 那份人工加上房津 我们只不过是刚刚好 如果我们的租稍微多一点 我们都不行 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初期 我们回来找地方住很困难 想找一个两房的地方 要四千八百多 但是如果我们租一个一房 打通了那个房 分在地上 这个租金是三千九百元 我就是因为比较便宜了 差不多一千元 所以我们两夫妇就决定 要租一个一房一厅 第二个厅 我们又可以用来做聚会 所以是非常好 就在那个时候 我们刚刚回来 大姑妈在我们照顾了她 两三个月 她九十五岁 就在老人院离世 那我们照顾她 回来又要木会 又要照顾她 几个月的时间 于奔波奴隶 出出入入来照顾她 但她离世 离世之后她是剩下一层房 剩下这层房的时间 我没有想到 我太太 即是一个亲人 就跟我太太说 姑妈离世 那我的女儿 没有地方住 你可不可以找一个律师 来说你放弃继承这个民业 来给过我赞助呢? 当时 只不过是三年前 我们有一次的经历 是类似的经历 就是当我儿子出生的时候 我们记得 就是我外父离世的一件 外父离世的时候 又收到这样的亲人 一封信 告诉我们 爹离世了 你可不可以找一个律师 写一封律师信 说你放弃承计 他留下的物业 来给我全权 来负责处理呢? 当时我们在美国 我们有深深的感觉到 要争才有 无需争 给他了 突然 我们就找了 一个英文堂的律师 又是一个执事 他来帮我们写了一封的律师信 然后转交过来这一件 结果因为这样的缘故 三年前 他已经取得了的承计 但是三年后 到大姑妈离世的时候 他还要取得了这一项 老实说 在常人来说 我想你一定会和他责 你刚刚三年前才拿了一项 那为什么这一项 不让给你唯一一个可以乘鸡的 你的亲人 自亲呢? 我们可以这样跟他说 但当时我们两夫妇 考告一页之后 决定了一件事 就是不责 如果他真的要 我们就给他了 结果我们就是 找了律师写了一封信 又给他了 但我告诉大家 得来的一个结果 就是我们后来 能够看着他的家人 他这个亲人的家人 一个一个来了教会 不单止 上一代就是和他一起庭辉的 他姐姐、他姐夫信得住 甚至那些子女 一个一个都信得住 是三代人 我们看到他们信主的经历 虽然不是全部都能信 但是很多都信了 来到我们的教会 我心里面想 到底我们有多少东西 可以换取到他们的生命 这是无价宝 反而前财方面 这些东西 是随时我们可以取得到的 随时在这个世界上 我不需要有这样的东西 我仍然可以活得很好 神过去一直以来 从来没有归代过我们 我们从来不需要担心 我们的衣食主 神一直就是供应我们 是因为这样的缘故 我深深的感觉到 当我们是仲义轻财 仲人情多过利益 你就很容易得着 人对你的赞赏 人对你的羡慕 甚至他们都愿意考虑 我们今天所信的神 去成为他们的神 然后第三个试炼 这个就是仲义轻财的试炼 又是在伯兰的身上发生的 这个试炼是什么呢? 就是创世纪的十四章一到十六节 是讲到五王背叛四王 是因为这样的缘故 四王要去打五王 结果五王是打不过四王 全部被他们打败了 然后将一切的财物掠走 糧食掠走 罗德 就是因为他在所多玛 同样都是被俘虏了 而且所有的财产 全部都被拿走 我们看看这个故事 如何发生的呢? 十四章第一次 当岞拉菲做士纳王 阿洛阿略做以拉撒王 基带老马做以拉王 提达做哥印王的时候 这些全部是在美索北大米亚那边的国仔 王国 这些王国似乎已经有一个历史 这个历史就是霸主的心态 特别是他们的四王乱合在一起 以致伦就很想去攻打 攻打谁? 他们就走到去巴勒斯坦这个地方 来攻打所多玛王、比拉 俄摩拉王、比撒、厄玛王、士纳、洗扁王、善以别 以及比拉王 比拉就是所以 来攻打这五王 这五王都是西丁谷会合 西丁谷就是盐海 原来的背景就是所多玛 美索北大米亚这四王 是已经征服过加南 而且是令到在加南这些地方 这五个国仔 是岁岁内朝、进攻、纳税 是给过他们 西丁谷里面说 他们已经侍奉基带老马 特别这个大阿哥 基带老马 是已经在做霸主 是做了十二年的霸主 五王都要侍候他们 但是到了十三年 这五王就不服气 他们就背叛了 因为他们的背叛 所以到第十四年 基带老马就和他结盟的王都来了 那他们来了什么 我们看到 他们不是立刻去攻打这五王 我们看到十四年的时候 他们是先把这五王旁边的国仔 在他们的左右手 将来有可能 都会一起帮他们的 可能会帮他们的 那些国仔先打那些 包括到什么地方 尼佛阴 包括到苏西 包括到以米 包括到河尼 包括到伊勒巴勒 是全部这些兽 你可以这样说 周围的这些地方 先打了仗 为什么要这样 这是他们的战略 他们将旁边所有的国仔 都不敢去帮这五王去打仗 我们看看这一场仗 就是因为这四王这种战略 他们在河尼人的西尔山 在河尼人的西尔山 杀了河尼人 一直杀到抗野的伊勒巴勒 他们回到安密巴 就是加底斯 杀败了阿玛力全地的人 以及在他使顺他马的阿摩尼人 你看到他们将全部囤囤围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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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与四皇来争战,就是与以兰王基大路玛, 波印王提达,斯拉王暗拉菲,以拉撒王阿良来交钱 这就是历史上有人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是四皇大战五皇的一个大战 在这个圣经里面说西定国有很多石七坑 所多玛王和阿玛拉王和浩州 本来这个石七坑是用来做防御的一些地形 他们以为这四皇攻打五皇的时候 他们一定是经过那里来打他们 是由北向南打他们的 但没想到 这些本来是用来攻击那些敌人,敌军 是用来让他们去到石七坑 一踩下去就不能走得快 然后就将着他们 令到在岸上的人 你喜欢射谁就射谁,喜欢打谁就打谁 就很容易将敌军来到千年 没有想到这些陷阱 最后竟然成为五皇的陷阱 为什么?因为他本来要这些陷阱 来打那些敌人 现在反而他们自己陷在他们自己 已经一早预备好的陷阱的当中 我们试一试看一看这场仗 为什么会这样的呢? 看看一张图,你会明白 原来四皇在美索北大米亚那边打过来的时间 我们很少会想象 他不是先攻打五皇和他们的成一 是由北,你们由北开始 由河靶、利弗阴、素西、以米、河利 一直打到下面的伊勒巴兰 然后跟着去西边加底斯阿玛利的地方 然后就屈回北面 如果大家有想过的时候 你会看到他们是花很长很长的时间 因为这里起码是六七百公里 是这么长的一个距离 他由北部一直打到南部 但是不碰五皇的军队 看都不看他们 他只是打什么呢? 是打那些旁边的那些暴族 是殲灭了这些旁边的暴族 然后向西边阿玛利那里 他将阿玛利的全地 全部打败了 他们才回到北面去 来打五皇 是因为这样的缘故 五皇是没有办法能够预防得到 他们是用这样的策略来打他们 结果就是在盐海布房的那些房 坑不冷就成为五皇的那些陷阱 有些人就被那些石七坑 坑那里来困住 有些人就在坑里面 有些人就在坑里面 有些人说 如果你不是进坑里面 就要往山上去逃命 你一往山上去逃命 你一往山上去逃命 你的城那些东西就被敌军 具为己有 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 四皇就将所多玛瑰 所有的财物和一切的粮食 全部脑弱了 又将阿玛利的侄宜 而罗德和罗德的财物全部掠走 因为当时罗德在所多玛 是这样 五皇战败 四皇得胜 在这样的情形下 罗德受灾药 如果你是阿伯南 你听到这样的消息 你有什么感觉呢? 我相信 如果你是因为罗德 将最好的地全立了 不让你养羊的那些牧人 分毫都不允许 全部都要了 因为整个平叶都被他立了 你就要捱那些草又少 水又少的地方 来继续牧养了 你的心怎么想呢? 我相信很多人的心 就这么高兴 看你死吧 天网灰灰 缩而不漏 你贪即贫 你就坐在这里 你就能看 就是看的 但我们看到阿伯南是这样的人 不是 他在这里做什么 十三次 有一个逃出来的人 就告诉希伯来人阿伯南 阿伯南正住在阿摩利的万利的像树那里 万利和以什国 并阿乃都是兄弟 曾经与阿伯南联盟 他们相处得很好 换句话来说 他们相处得很好 阿伯南听见他的侄儿被老去 便率领他家里生养的精念壮丁 是精念壮丁 三百一十八日 直追到弹 说你要看回那幅图 你就知道 这幅图 让我们看得见 它是追多远 你可以这样说 是有岩海的岩 就是有阿摩利 就是阿摩利 有阿玛利 然后跟着 一路追追追追追追追到最北 过了一旦 就是大马士甲那个地方 这个地方大话 我两个人 如果是直路一条 起码都四百多公里 换句话来说 如果你当时是骑马 都好些 如果你是步兵 我相信很多人都要走 他需要数以日计 我们相信 耶稣基督由耶路撒冷 一直走到加利利 都要成几日的路程 如果这样走 他们可能走得快些 你起码都要一个星期 你才会上去 是追整个星期 起码 追到彈那里 追来做什么 是要将所有的财物 妇女 全部能救回来 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 好了 那么追到之后做什么 十五节 就在夜间 他怎么打赢这场仗 就是亚伯兰用了三百一十八个精炼的藏丁 在夜间出道 分队来杀击 如果你明枪明刀三百多人 你怎么去跟数万的人去打呢 四国联盟每个出一万 你都有成四万人 你没得打的 但是他们用了一个策略 这个策略就是夜晚出动 夜晚出动 敌军根本不知道你有多少人 再加上三百一十八是精炼部队 但是他还有其他人 这些人 这些人是什么人呢 就是当时曼利 以实国和阿乃 这些人 他们的暴族 换句话来说 他们有几个部族 是有一个联盟在这里 是因为这样的缘故 可能参与的不仅是三百一十八 但是三百一十八是先头部队 这个肯定的 但是晚上去打的时候 他就是趁着你夜晚根本看不清楚 敌军他没有一个心理准备 再加上越以为了不起 就越容易起不了 一打赢仗的时候 他们的心就会松懈 一松懈 他们就很容易会打输 还有另一件事 因为他们打完了 已经根皮力尽 到那个时候你去出击 那些人就没办法再跟你打 这个就是看回赤壁之战 曹操怎么会输得这么惨 也有一些原因 特别剩下来的军队 在华庸道里 你喜欢怎么捉都可以 为什么 因为他们已经根皮力尽 没有办法再打 所以在这里 阿波兰就把那些被抢掠的财物 全部拿回来 又将他的侄儿、罗德和他的财产 以及妇女、人民 全部都奪回来 拿回来 很明显地你可以看到 阿波兰的策略非常清楚 但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别人这样来对过你 你能不能放下前焰 来仍然去救他 阿波兰 想都不想 他就是他 很明显地 他是重情 不计前焰 所以很明显地 他的大量 他的大方 是非常难得的 然后由17到24节 你看到他如何去对 奪回来的那些技术 他首先第一件事 不忘神恩 他就去到撒冷和墨基洗德 那里 墨基洗德是至高神的祭司 他就将他手上十分之一 全部来到他献上 为什么 因为是至高神的神将敌人交在他的手上 他相信 撒冷王墨基洗德 Meki就是King Sedek就是公义 所以是公义的王 第二 他又在撒冷那里做王 撒冷这个字Shalom 就是平安 所以他又是平安王 又是公义王 因为这样的缘故 希伯来书 就将他描写成为一个预表 是预表着主耶稣基督的 但是他来的确是代表着 至高神的祭司 这样来祝福阿伯拉 他告诉他 天地的主赐福给你 愿至高的神赐福给你 至高的神是将敌人交在你的手里 他是应当清准的 因为这样的缘故 因为信阿伯拉就将 所有的东西的十分之一 在那里献给他 然后跟着呢 对所多玛王 他怎么说呢 他说你将人还给我 财物你自己拿去 所多玛王 所多玛王 所多玛王他对阿伯拉说这些 他说你将人还给我 财物你自己拿去 是完完全全按照当时的战争法 就是当你打赢仗的时候 你全部的人 是变成你的人 全部的物 是变成你的物 这是略物 但是阿伯拉他对所多玛王 我指着耶华 至高的神 天地的主 起誓 你的东西 甚至是一条线 一条鞋带 我都不要 免得你说 是你令到我阿伯拉腐足的 我什么都不要 只不过是独人所食的 和跟我一起去的阿乃 以实国和万利这些联军 他们应该得的那一份 请你让他们拿去 这是战争法 没得拗的 而所多玛王都知道 实际上他们打输了之后 他们是一无所有 什么都没有 但是现在阿伯拉腐是非常宽大 对待他们 所以他不忘记神的恩典 不居公 但是对着那些秘老的人 他是非常非常厚待他们 善待他们 可以见到这个试念的本身 他是过世 而且从人看来 是能够赢得到整个加南族的人 对他的恩赔尊敬尊重 这是非常重要 我也告诉大家 这个也是奠定了日后的以色列 在那个地方的基础 在这里已经给我们看见 当他打赢的时候 其实整个的加南族 应该已经属于他的 但是由头到尾仍然是神的恩 我们今天就要想一想 为什么圣经称阿伯拉为信心之父呢 我稍后会继续跟大家来说他的成长 但是有一件事很重要的 就是希伯来书记载他 只是记载他过世了的那些事年 肥老了的事年一个都没有记载 你和我就觉得奇怪 为什么希伯来书没有说他的与语 我下一次回来 我会继续跟大家来说 另外一次的与语 失败的事两次 为什么那些事都不出现 我们只是将他成功的那些 都记载在这里 因为地上岸底永流行 天上的记录只记公 为什么呢 因为十架宝血尽洗底 因为神已经透过耶稣基督的补血 将我们所有的与语的事 所有的罪 全部能洗干净 因为这样的缘故在天上 神记得的 正是我们做得对的事 做得好的事 论功行上 各位朋友 如果你还没有尋处 你愿不考虑这位的救主 成为你的救主呢? 阿伯拉罕信的神 让他成为你敬拜的神呢? 信主的弟兄姊妹 你愿不愿意因为这样的缘故 继续不断先求神的国 神的意 以至到你能够影响到更多人 相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 我们一起低头 亲爱天父 多谢你的恩典 我们深深的相信 如果不是你 我们没有一个人在这个面前 可以称义 完全是因为你的保血 将我们恨不冷的罪 一不勾笑 我求你帮助我们 因为这样的缘故 用信心接受你 成为我们唯一的救主 抛着你过得性的生命 好似阿伯拉罕一样 求你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母求 阿们 与你给生个人 你坚持了 你不客气